今天我們還正式要交電流了 電流 電流就是電流 就是電荷在流 電荷在流叫做所謂的電流 電荷在流所謂的電流 電流會動的原因是因為它有電壓 電壓我們還沒有交 電壓就是一個推動力 推動讓電荷會流動 然後呢 我們這個電壓的真正名詞叫做電位差 所以要能夠提供電位差 提供電壓電才會流 那誰來提供電位差就是電池或者是發電機 然後呢正極是高電位 這個理論上是在交電壓的時候會告訴你的 正極是高電位 那以後再說 然後呢 電解槽裡面 電解槽要三下才會交接正極的 就叫做電解槽的正極 接負極要電解槽的負極 我跟你講過了國中很簡單 通通叫做正接正 負接負 所以正就正正負就接負都一樣 OK 然後呢 剛才我跟你講如果我要能夠形成電流 整個電路必須是什麼情況 它才會有電流 好像在目標 剛剛交過的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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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交過的者 那麼,我們也問過這一題了 導體中到底誰會動啊? 導體中到底是誰在動呢? 真正在動的東西是什麼東西呢? 我們請 27號 蛤?說什麼? 導體中會動的東西叫做自由電子 所以真正會動的是電子 但是因為歷史因素的關係 電流所定義的方向是正電流動的方向 雖然真正在動的是負電 但是電流的方向定義的是叫做正電流動的方向 負電流叫電子流 這件事情在下學期教電池學的時候很重要 那個方向很重要 那個下學期再說 所以電流方向是正電荷流動的方向 正電荷流動的方向 負電荷電子方向叫電子流 叫電子流 雖然真正在動的是所謂的自由電子是負電 那麼 綜合的結果配合電壓綜合的結果 我們上課一個方便的講法 電池的正極就是正電流出去 電流流出去 負極就是負電流出去 電子流流出去 所以正極就是正電流出 負極就是負電流出 雖然實際上只有實在會動而已 只有負電會動 但是我們這樣講課比較方便 比較容易理解 正極就是正電流出 負極就是負電流出 這樣你會想一些事的時候比較容易想得到 比較容易簡單一點 OK 好 所以對電池而言 電流發生從正極流出去 流到負極 再經過內部又回到正極 我問學生電流怎麼流 通常就回答我 從正極流到負極錯 為什麼錯 電流要通路 要要回來 所以不是正流到負極停了 還要怎麼樣 電池裡面要從負流到正 所以要有一個完整的 外面從正極流到負極 電池裡面是從負極流到正極 這樣還是會形成一個通路 才會有一個完整的封閉的回路 所以你要了解 了解 OK 那如果講的是電子流 發生就會顛倒過來 顛倒過來 OK 這也問過了 電解質水溶裡面 是誰在動啊 電解質水溶液裡面 是誰在動啊 14號 離子請坐 是離子在動 要請問你 揚離子又正離子啊 正離子去哪一級 負離子去哪一級 因離子負離子去哪一級 這也都是以前就教過的 現在等於是要幫你複習一下 但是呢未來都有用到 三四號 正離子去哪一級 正離子去負級 負離子去正極是嗎 很好 正離子會移到負級 負離子會移到正極 就是 我們要能夠理解的事情 跟各位講一下電流的方向 讓各位能夠知道 OK